嗨,大家好,我是Horace 這次跟大家聊一聊2023年3月我比較有興趣的電腦硬體 它的圖片應該會少很多 你可以當成Podcast掛著聽或者玩玩遊戲也是不錯的 畢竟平常主電腦又花錢又花時間 這種簡單的東西應該比較可以保持更新的動能 簡單剪一剪,說不定還可以出個英文版本 想講的硬體這邊先給大家列出來 我們就來一一介紹 首先第一個是7800X3D 這個預計4月初會上市,價格之後會再更新 估計應該也不會太便宜 不過它可以帶來通緝產品之中優異的遊戲性能表現 之前5800X3D在模擬飛行這類的遊戲表現 大家網路上都看得到 如果你是氣能的ITS玩家 這種八核心的處理器絕對會是你的救贖 大概65mm的空冷散熱可能遊戲就夠了 再來是4080出了貓頭銀風扇的版本 4.3槽的設計 這一代加上了均溫版 這個這麼厚的東西 其實隨便拿一個風扇 我想應該都可以輕鬆壓 有人可能會覺得這個價格就是給盤子再買 但這種極致的靜音卡我覺得還是蠻希望有廠商再繼續做的 畢竟無風扇的東西實在是太少人做了 這種超低轉速的顯卡 或許有人還可以接受度會比較高一點 那講到4080來換換4070 那網路上最近開始有一些包裝的資訊在這邊流出 那如果以上屬實的話 像是雙風扇單8PIN這樣子的規格 估計各位也不用再擔心換即可了 搭配像7800X3D這類處理器 我想遊戲體驗上應該還是不用太擔心 畢竟DLS3的性能就擺在這邊 這個年頭其實AI已經被捧上天了 台積電的私人製程 在40系列的能耗比相信大家也都看在眼裡 那這一次在NVE發表了新一代的繪圖卡 RTS-4000 Small Phone Factor EDA Generation 那它是不用接外接電源的 它的TDP只有70W而已 外觀根本就跟A2000一樣 像是Z2 Mini G9這種的迷你工作站 還有各式的小機殼其實都可以安裝 那麻雀雖小呢 它的顯示記憶體竟然塞到了20GB的程度 酷打也來到了6144個 對照4070Ti的4680 跟4070的5888 可以說是相當的恐怖 就算它的時脈低到只有1.3GHz 浮點運算還是可以逼近到3070的程度 再加上40系列DLS3等等的技術 估計你要拿它來打電動應該還是沒有問題 專業工作兩相贏 價格來到了1250美金 只能說有錢真好 那最後是RAZEN 7 6800H 內建的RADIAN 780M的顯示晶片 它具備了12個RADIAN 2的運算單元 768個流處理器 12個光追單元 講白的就是RS6400 搭配DDR5的內部記憶體 估計遊戲性能可以到接近1650的水準 那其實就跟我之前組了那台無風扇的遊戲主機差不多 2K中特效地平線還可以玩 1080我想你應該是可以玩得滿開心的 我個人認為像這種內顯如果哪天可以滿足1080特效全開 甚至可以到144Hz的性能之後 APU的機殼應該就有辦法更加的活躍 如同MateStudio這樣子不用顧慮到顯卡只有一個散熱元件的一體式的遊戲主機 或許會成為市場上新的主機型態 搭配一個大型的功能達到極致的靜音體驗 那以前的影片也都講過了 拜託AMD 趕快塞一顆6600-7800X3D裡頭 之前影片都講過了 求你啦 2萬5我都買 那今天的閒聊就先到這邊啦 有什麼想法歡迎在下面交流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